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今天数百名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在冰冷的天气里裸身浸泡在冰水里 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庆祝主显节 这是东正教的重要节日 标志着耶稣的诞生和洗礼 在东正教的主显节州 牧师祝福过的水被认为是圣节的 冰水被认为是有治愈力量的 在俄罗斯萨哈共和国的小镇汉迪加 大约有100名男女在零下49摄氏度的天气里进入冰水 东正教徒相信在圣水中浸泡能净化自己的灵魂 带走邪恶带来健康 一位当地居民在尝试后说 第一次进入水里 你会病住呼吸 感觉身体在燃烧 在邻国乌克兰首都基普 勇敢的信徒往往在主显节仪式里 直接跳到没有冰冻的河里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